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重生八零,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速速青阳,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哦,感谢您的收听 误会,听我解释 马修的眼神绝对是这信号 不听不听,垃圾 你已经被丽莎收买了吧 一直挺淡然的夏小兰,也要拿眼睛瞪人了 马修在这种眼神中退出法庭 下一个证人,是蒂娜 现在情况有点不妙 丽莎请的这个律师麦尔斯很厉害 蒂娜一上庭,就有点心不在焉 但对埃里克的提问,她都很认真回答了 是的,那是我和原告第一次见面 她和马修一起送设计图到辛西亚阿姨家中 我第一次看见剧院的翻新方案 我认为方案很棒 辛西亚阿姨一开始并不是百分百认可 她认为方案太年轻化 原告向她出示了一份调查问卷,说服了她 辛西亚阿姨向我介绍 原告是来自华国的女建筑师,说她非常有实力 是,辛西亚阿姨完全认可原告的实力 因为我也有相关业务需要,她向我推荐了原告 我想要原告接受我的委托 原告以自己要忙于剧院翻新项目拒绝 有没有隐瞒自己GMP实习生的身份 没有 阿里克似乎找回了一点节奏 蒂娜的回答对夏小兰是有利的 夏小兰也有点诧异 于奶奶真是牛 居然真的把一个榆木脑袋掰得稍微正常了 蒂娜显然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如何说话是一门艺术 马修就不太懂这门艺术 才调到了麦尔斯的陷阱里 把作证搞成了告白 蒂娜不一样 蒂娜的证词是偏向夏小兰的 并不明显 却非常有暗示作用 蒂娜是在帮她 夏小兰再次确认了自己的眼光 蒂娜并不坏 虽然对方很任性 也挺好骗 但这些和坏有很大区别 蒂娜 谢谢你处定作证 法官大人 我问完了 麦尔斯看了一眼蒂娜 只问了一个问题 你看见原告和马修拿着设计图 去维尔逊家 你有亲眼看到原告的创作过程吗 蒂娜皱眉 她当时又和夏小兰不认识 怎么会看见夏小兰的创作过程呢 这个问题是一个陷阱 请蒸人回答问题 我没有看见 蒂娜颓然 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 夏小兰自己画的设计稿 还要想办法证明 难道以后 一个人不管做什么 都要24小时拿录像机录下来 以防止发生什么事 会说不清楚吗 蒂娜被这个世界的荒谬打败了 她觉得夏小兰不会侵占别人作品 可法官会相信吗 今天的作证好失败 庭审已经进行了两个多小时 埃里克提出暂时休庭 获得法官允许 截止到目前为止 被告丽莎的两个证人尚未出庭 她有两个证人 一个是辛西亚威尔逊 另一个是蒙德道森 嗯 和我们猜得差不多 丽莎的律师麦尔斯 就是一个无耻的素棍 她不仅无耻 实力还很强 麦尔斯没有纠缠 埃里克开庭修改诉求的事 原本夏小兰向丽莎提出的是 十万美元经济赔偿 十万美元名誉损失 和精神损失补偿费 递交诉状时 可没料到丽莎会上蹿下跳到这种地步 上电视访谈 接受报纸采访 夏小兰的名誉都被黑成什么样了 将名誉损失费从十万美元提高到五十万美元 是有点多 埃里克很愿意麦尔斯对此提出质疑 埃里克就可以当庭表示 她的当事人正在受到舆论暴力的迫害 这个迫害来自被告丽莎 这不是什么证据 就是怕法官和陪审团对夏小兰的观感 受到了先入为主的坏影响 不是有个说法吗 面对不喜欢的人 她做什么都是错 有理有据的辩解都是狡辩 连呼吸都是错呀 我们不能乱 新西亚的证词是突破点 蒙德·道森是一个彻都彻为的利己主义 如果她看到丽莎要输掉官司 她不会和丽莎一起沉默 她的证词会和丽莎撇清关系 要在新西亚出庭作证的时候 将丽莎击败 这是埃里克和夏小兰经过商量 确认的策略 蒙德虽然有很强的专业水平 但这个人只会锦上添花 绝不冒险雪中送炭 这是蒙德的性格 只要抓住这样的性格 埃里克几句话就能将她问得哑口无言 刚才是麦尔斯找夏小兰这边证人的证词漏洞 现在轮到埃里克去找丽莎那边证人的证词漏洞 一开始是夏小兰这边看似进攻 实则是在防守 庭审下半场 形势就该反过来了 任何证词都不会完美无缺 用华国古话来说 百命有义书 作为攻击的一方 取调对方证词的毛病 总是更容易的 刘芬按捺住内心的焦急 小兰 官司一定会赢的 妈相信你 唉 你这孩子呀 从小就要强 越是大的事 越不会说谎 嗯 这倒是真的 夏小兰是不屑说谎 原版的夏小兰 那是掐尖好强的坦荡荡啊 一个人自己不管做什么 都理所当然坚信自己是对的 这种性格还真不会撒谎 干坏事都不遮掩的 需要撒谎吗 刘芬心里其实很慌 但她不是从前那什么都不懂的农村妇女了 这时候表现出焦虑 只会影响夏小兰 完全不能带来任何帮助 夏小兰握了握刘芬的手 吹着空调都是凉凉的 可见她妈有多担心 我会赢的 我从来没有说自己是好人 但没做过的坏事 我也不会承认 休庭的时间很短暂 法院外面好多记者想要进来采访 千方百计想打听庭审结果 这次开庭却并不是公开的 他们只能干着急 等着出判决 在此开庭时 是威尔逊夫人坐到了证人席上 感谢您愿意出庭作证 现在我以被告代理律师的身份 想邀请您向法官 向陪审团讲述一下您的想法 您为什么会指定GMP事务所的实习生 即本案的原告 担当项目的负责人呢 您当时的选择是否受到了别人的干预 比如GMP的合伙人基辛格先生 反对 这是诱导性提问 反对有效 被告律师 请注意你的提问方式 所谓诱导性提问 要称作暗示性提问 律师用不恰当的提问方式 限缩操控回答者的回答 在庭审的上半场 麦尔斯没少用诱导性提问 不过 这人总在打擦边球 很难被埃里克抓住 但此时就太明显了 麦尔斯在诱导威尔逊夫人回答 说当时签下委托协议书 指定夏小兰这个实习生负责 是GMP合伙人基辛格要求的 赞议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